來襲西南風俠臺水氣逼近 面對短時強降雨等等極端天氣 民眾出門帶傘真的能擋雨嗎 我們實際用三種雨傘來測試看看 走進防災科教館風雨體驗室 在一般大雨下最小的折疊傘還能應付 不過美雨方面可不會只有大雨 折疊傘再加上分的條件 我們就可以看到其實 來一般的這種折疊 就已經完全撐不住了 折疊傘完全撐不住風雨 而民眾在超商隨手能買到的塑膠紙傘 在更大的雨勢下表現又是如何 在最大的雨勢下面 超商的傘還是會讓你劍撕掉 傘面不夠擋不了大雨 我們拿出最強的16股大傘 面對模擬劇烈對流帶來的好雨及大風 矛盾對決的下場 有時候算是強的對流以及強陣風 我們這個最大隻的傘 也是看到分不住了 那基本上全身一定會撕掉 如果真的發生強降雨 這個雨傘的功能是不太大 反而有時候順勢的風會把你吹掉 如果真的雨勢大 穿個雨衣可能會比較更加的安全 記者實測面對大雨 傘距都堪用 但加上強風16股大傘也撐不住 甚至就算穿了雨衣雨鞋 仍然有可能被風雨滲透 劇烈天氣說來就來 及其外出要全面防護 只帶拔傘恐怕不夠力 謝謝黃伊凡亮台兒的報導 電視致和螢幕背景